HELLO 大家好 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旗幟覺醒的一個活動啊 這個活動是要打勇氣的憑政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活動怎麼玩 這個活動時間是11月11號到11月24號 總共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一直出到改版啊 那活動內容就是我們要打這個 歐拋 奉陶還有金銀墓穴 那我目前已經打了差不多了 像這個歐拋的部分 它裡面有新的道具啊 這個捲軸就是道具之一 勇氣的捲軸 然後主要是要打這個勇氣的憑政啊 就是這個硬幣 這個有一把刀的硬幣 那他們主要打的道具就是那個硬幣 捲軸的部分是 我是覺得不太需要啊 主要是打這個硬幣啊 然後 這個是歐拋嘛 歐拋夢倒 夢倒也會有 還有 精靈墓穴也會有 就這三個部分裡面會噴而已 其他地方是不會噴的 你們只要在裡面找一下 應該都會看到了 黑騎士跟克特 這邊 量好像蠻少的 這邊有一隻 他都會噴有機具噴啊 不是每一隻都會噴喔 然後這個黑騎士主動攻擊的怪物喔 所以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會過來打你啊 那我們在打這個克特啊 還有黑騎士啊 他們就會有機具掉落這個硬幣 也就是這個瓶陣啊 跟這個勇氣的選手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就是可以用這個硬幣去買東西 所以到奇緣村莊那邊去登活動三人買東西喔 然後又變這個捲軸就是靈魂昇華的捲軸啊 換下去就會有靈魂昇華 HP加200 MP加200的一個效果 持續時間是30分鐘啊 就是靈魂昇華 主要是這個硬幣啊 來我們直接回到我們的奇緣村 奇緣村那邊有一個活動B7在買東西 我帶那個魔法阿嬤的商店的旁邊喔 來這邊 這邊有一個裝的鎧甲的 這個應該也是騎士啊 這個騎士 紅騎士 然後他有賣兩個商品 都是要用這個勇氣的評證當貨幣來買的 那他這邊有兩個商品喔 一個是這個勇氣的證明箱 需要80個勇氣的評證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這個勇氣的捲軸 需要30個勇氣的評證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要買這個勇氣的證明箱啊 證明箱是我們這次活動的重點 那勇氣的證明箱裡面有哪些東西呢 有這個紅布 藍布 還有我們的藍便箱 藍華箱 還有住武住房 跟我們的龍鑽三雄弟 還有我們的三色壁 有這些道具啊 那主要的大獎就是紅布啊 還有藍便藍華 這也是大獎之一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拼這個活動的話 要拼這個紅布的話 可以多打一些這些副本啊 偷拋夢倒 跟我們的這個 精靈墓穴喔 那這個活動啊 那是需要55等的玩家才可以參與啊 但另外啊 他還有一個活動任務喔 只要我們打敗20隻黑騎士啊 就可以獲得100個葉子 還有5個勇氣評證喔 那黑騎士就是三色部門裡面的黑騎士啊 只要打敗20隻 你就可以獲得100葉跟5個評證啊 這個是 算是每日任務啊 很簡單的一個任務啊 所以大家要記得來領任務獎勵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活動啊 也是蠻簡單的啊 可能不能拼到一張紅布出來喔 好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掰掰 我們的FB粉絲團 還有我們的賴群喔 好 這樣就告訴大家 大家掰掰